我妈是要哭要哭了 真的 没事了 又不是第一次去 确实练不久了 回去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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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 每次出远门我妈都会 要哭要哭的知道吧 就搞得我都想哭了 走 知道吗 我们现在要开始登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去缅甸的这些玉商 包括这些做生意的非常非常多 就几乎每一趟航班都是爆满的 这次去缅甸呢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 第一就是开拓更多的资源 开拓更多的市场 那第二就是缅甸那边 我们也有自己的限切工厂 然后过去要搬一下 然后去打理一下 那第三个就是缅甸那边 合作的一些资源方 要去笼络一下 要去啊 去聊一聊 因为疫情三年 都没有过去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接下来呢 会给大家记录 我们在缅甸的点点滴滴 好吧 我们接登机啊 走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抵达了缅甸的曼德勒啊 看一下 这个就是曼德勒的机场了 那像过去来说啊 就放连整个东南亚 缅甸算是比较发达发展的 比较好的国家了啊 但是 这么多年啊 这些年啊 因为种种原因啊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 感觉有点停下脚步的那种感觉了啊 你看像这个机场 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啊 那就现在的眼光来看呢 它只是一个 我们讲的小破机场的一种感觉啊 包括里面 就是我们刚一落地 我感觉进入了非洲大草原 全是那种枯草啊 我们也是经过了层层关卡 是吧 一部过五关斩六将是吧 排着队出来了 出来了啊 还有各种小费啊 对 还给了小费啊 那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发展 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的和平 就是和平啊 你才能去发展经济 才能让整个社会 让人民是吧 过上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啊 咱们也就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打个车 然后我们先去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啊 走 一样来一点啊 不能给多了 我是不知道吃不吃的罐子吧 先一样来一点 多少钱不老嘞 哎呦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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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问他多少钱三千五是吧 好吧 三千五百 三千五百 好的好的好的 哦 可以可以可以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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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接住你 接住你 ok接住接住 来了说什么 小子现在呢 已经到达曼德勒啊 并且已经安顿好 已经到酒店了 然后刚呢 去也去换了一些钱啊 就人家讲的 我们在国内是搬砖 来到缅甸是吧 搬钱啊 但是就是这么多钱 你知道吗 啊 你看这已经是几千万了啊 但是这些钱 只够咱们公司的这些小伙伴 日常的比如说房租啊 哎 要买买东西吃吃饭 只够这些 就真正比如说我们去收货买货的话 那得好几麻袋呢 啊 但是这里呢 不得不说就是一提到缅甸 大家都会想到什么 呃 诈骗啊 什么嘎腰子啊 是吧 什么不安全啊啊 那其实小智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我们来的是缅甸的曼德勒省 就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城市 而且有着非常多的这个粉碎市场 就非必要的话 还是不要来缅甸啊 因为确实 没那么安全啊 特别是到了晚上宵禁之后呢 我们基本不出门的啊 不过我们早上会起得很早 因为缅甸这边的市场呢 跟中国还有一定的区别啊 这边没有什么夜市的 都是早上都是早市啊 就这个下午两点以后 就市场上就没什么人了啊 然后就是小智呢 也想告诉大家就是 呃 没什么重要的事啊 可以尽量不要来这边 是吧 那来像比如说来这种缅甸的这种大 城市大一点的 是吧 这种城市里面还好 人去偏的地方真的不能去啊 那包括近期是吧 不要前往这个缅甸的这些地方是吧 啊 青帮 哎 北部的这些啊 呃 妙瓦底啊 什么大麒麟地区啊 这些地方都就是不要去啊 所以说呃 咱们在曼德勒这边呢 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那也请我的这些粉丝大哥们啊 呃 放心是吧 小智没问题的啊 也不是说第一次来 好吧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小智也会呃 给大家记录我的一些收货日常 包括哎 明天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工厂 是吧 因为要搬家啊 就该去弄的要弄一下 然后接下来也会给大家记录这个缅甸这边的一些人文风俗啊 那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小智 哎 毕竟是出国嘛 来到这边也不容易 是吧 希望所有看视频的哥哥姐姐们能给小智一个赞 哎 给小智一个鼓励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就不出门了 我们差不多收收实实洗洗 哎就准备睡觉了 好吧 那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吧 拜拜